美国健保改革进入最后阶段 请收听收看VOA在线记者王一如的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VOA在线 我是王一如 这个周末将会写进美国历史 一位预算高达9000多亿美元的健保改革法案 要在3月21号在众议院进行表决 在表决的前两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了华盛顿郊区争取支持 我们要完成这件事 我们要创造历史 我们改变美国的医疗保险 需要你们的帮助 投票前一天 奥巴马亲自邀请所有民主党众议员 进行最后的拉票 健保改革法案是奥巴马最重要的证件之一 但是因为预算太高 因此受到排山倒海的批评 反对者担心这将拖累美国 原本就已经沉重的经济负担 支持者则将这项法案视为历史性的一步 民主党在众议院已经是多数党 但是许多议员担心触怒选民 而迟迟不敢表态支持 在党内和白宫软硬坚持下 现在民主党高层 法案的通过已经开始有信心 而共和党则表示 将通过各种方法阻止